有人已經給了手指貢了, 在聯繫了, Hello, 應該見到了, 大家是否見到, 給我們一些訊息, 大家如果見到, 留下言, 說Hello, 看看是否見到, 有沒有朋友見到, 見到一個like浮上來, 是有like, 但我見到了, 多謝大家, 不好意思, 我們有些pewnical的故障, 終於見到了, Hello, Soul Ming, Carol, 930遲一點開始, 今天這個很突發, 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 Celia, 為何你又沒有公佈, 又玩突發, 今天831, 可能大家都有些不同時間, 有些事要想, 或者有些思緒要整理一下, 今天這個突發真的很突發, 話說我剛才一些文字都寫了, 大概我記得今天8月31日, 大概凌晨答半, 我一個好朋友KC, 即現在你見到另一位帥仔Calvin, 他就WhatsApp我, 他就WhatsApp我, 他就說, Celia, 我有個心願, 我想有個直播在31日晚做的, 他就說了給我聽, 我想了10秒不夠, 我就說好我跟你做, 我跟他的心聲都寫了在文字上, 但更加重要是一會跟大家分享, 究竟我們講甚麼呢, 為何會今晚呢, 今晚時間不會太長, 因為整件事在他凌晨答半找我之後開始, 其實我之前也有講過我想做直播, 但其實我所有事都是未開播的, 除了有少少Gear, 即咪有些準備之外, 其實我連軟件都未下載, 未學怎麼用的, 剛才用我Hello May, Kitty你好, Kenji好, 我好多朋友見到Hidy, 因為我今早又去完電台做訪問, 下午我有些事要趕著給人做, 所以我大概是4時多才開播去做準備, 好多謝KC的信任, 還有剛才我們也做了一些Test Child, 所以很順利, 我們解決了一些很基本, 即是幼兒班的問題, 我們做到這次私人直播室的第一回, 請到我的好朋友KC、Kelvin, 和大家分享, 我在831晚出發烏克蘭的故事, 是嗎? 真的非常多謝私人, 昨晚真的在凌晨12時多的時候, 有訊息給你, 因為我想你這麼忙, 沒有理由有時間, 可以幫我做到Live, 還有整個設置時間, 準備時間真的超短, 在少於24小時之內, Live現在出街了, 24小時還要扣上睡覺時間, 是的,沒錯, 是的, 其實昨天我自己打定書數, 可能831的今晚, 真的未必做到任何的事情, 去幫自己做紀錄, 或是幫自己梳理一下, 831的這種情形, 這種詩水, 說真的, 我覺得很有意思, 剛才我跟KC說, 開麥克蘭之前, 無論今晚有多少人看, 我們都照做好這個分享, 因為我相信, 就算有些朋友不可以即時看到, 都可以重溫, 還有今晚這個紀錄很有意思, 我多謝你們, Robin說首播一定要支持, 是的, 看到了, 有20幾個朋友進來了, 有心美朋友, 是的, 好好的心美, 很多朋友, 我們先講講, 很特別, 一年前的今日的夜晚, 就是KC出發, 他一個很多朋友, 除了懂得讀這三個字, 烏克蘭, 其餘都不知道的地方, 是嗎? 很多人都未聽過, 名字可能是1817年前的事, 但是我相信2019年, 應該沒什麼理由沒聽過的, 而我自己同樣都是, 因為可以說, 烏克蘭這三個字, 一直是好像纏繞著我, 19年的時候, 年頭的時候, 就有一部HBO的電視劇, 叫做Chanoble, 此以諾貝爾, 就講1886年, 在烏克蘭境內的發生一宗, 真是可以說上世紀最嚴重的核災難, 一部半紀錄, 大半為戲劇的一部電視劇, 然後去到年中的時候, 發生了社會運動, 然後在社會運動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推介一部的紀錄片, 叫做Winter on Fire, 立度烈火, 很出名的這部電視劇, 很多朋友都知道, 是啊, 沒錯, 其實這部電視劇是2015年的, 在2016年的奧斯加, 他拿了一個提名, 就是Best Documentary, 最佳紀錄片, 這是最佳紀錄片, 是的, 這兩項我都看過, 但是到了去年中的時候, 我都沒有說很想去烏克蘭走一轉, 直到在一些, 可能另外一邊的聲音, 另外一些朋友裡面, 分享了一些影片給我看, 就是說, 是一個外國人去到烏克蘭, 都說烏克蘭那邊, 又窮, 又沒有發展,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們搞革命, 其實我知道的, 知道什麼呢? 第一個, 經濟其實不是那麼好, 其實烏克蘭在2014, 完成了一個革命之後, 其實我想一下, 其實在大概十年前的時候, 他有另外一場的革命, 橙色革命, 被人的感覺好像是, 好像經常搞革命那樣的, 搞到經濟很差那樣的, 然後好像說到很多抹黑的一些感覺, 於是我自己衝著一些, 我想找到真相, 我很想看一下當地的人, 是不是真的一些, 所謂的中共大外宣, 這樣, Hello Sally, Hello Sally, 我見到她, 是, 是的, 他們說得好像這麼差, 我想真是親身去看一看, 還回他們一個真相, 即是無論是, 我會見到一些, 可能是告訴你, 喂,香港人, 你真的不要搞革命, 不要搞什麼反政府的事情, 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為經濟可能很差, 任何原因都好, 最少我自己可以得到一個答案, 我先知道真相, 是的, 所以就是, 在我當時的時候, 我自己一心就是覺得, 有這樣的機會的時候, 不如是去一轉烏克蘭, 於是乎我用了非常短的時間, 就是買機票, 然後就出發去烏克蘭, 即是那時候你是, 8月31號出發了, 你有沒有影像大, 大概用多久的時間, 你就做這個決定, 我要出發了, 其實呢, 我應該是, 出發前10天, 我是買機票的, 十天, 十天, 是啊, 幸好, 因為其實本身, 就不需要拿任何的簽證, 所以, 都可以很快就可以, 買機票, 上機, 是嗎, 我們給一張照片, 大家看看提示, 這張照片, 就是剛才說了, 我們今天整個準備, 是少了四個小時, 我很趕忙, 請KC, 做了一個, 我給10張照片去準備, 因為我初年的軟件, 我不敢肯定, 我可不可以把照片放進去, 我都很開心, 克服了由零, 到到城市的機會, 這張照片就是, 我在831晚, 出發去烏克蘭, 這張照片是在烏克蘭市中心拍的? 嗯,沒錯, 是市中心的, 你看到, 是比較偏右邊, 有一支柱的物體, 其實這個就是獨立廣場, 而我身處的這個位置, 就叫做十月宮, 其實是一個, 在當年14年的時候, 有一個革命在進行的時候, 就是很多的一些, 就是我們所說的, 黑警那些, 或者是一些, 不知道是什麼的, 持槍, 持武器, 的一些, 好像, 紀錄部隊的人, 就是這個位置, 去襲擊下面的一些示威者, 他們不只是用一些, 可能是軍, 他們是用槍的, 所以在這裡開始, 可以說是一個流血的事件, 就是在這裡發生了, 哪一年? 嗯, 就是2014年的, 2014年, 就是距離現在是, 六年左右, 好, 差不多六年時間, 其實不太久, 六年時間, 是很短的時間, 那其實, 或者給一些資料, 一些朋友仔, 那烏克蘭, 其實他, 我就知道, 他在東歐, 一個國家, 那其實, 有沒有一些, 九一年, 就做獨立, 那他有一些, 背景資料, 可以給自己, 給一些朋友仔, 有一點點頭緒, 先, 嗯, 其實呢, 他的面積, 是很大的, 僅次於俄羅斯, 就是說, 你想像, 大過西班牙, 還有法國, 那他的東邊, 就是接洋俄羅斯, 南邊, 就是黑海, 西邊,就是接洋波蘭, 匈牙利, 斯洛伏克, OK, 那有時候, 你會是, 早一陣子都會聽過, 其實, 就是, 克里米亞, 這個地方, 克里米亞, 就是, 烏克蘭, 南部, 就是在黑海上面的一個半島, 嗯, 幾年前, 俄羅斯就噴停了, 克里米亞, 而, 東邊的一部分, 就頓列遲刻, 其實也是一個挺亂的地方來的, 同樣都是因為, 俄羅斯, 在背後有一些的, 搞作, 令到是, 他的, 烏克蘭境內, 是很多的, 不同的勢力, 還有, 還有很多, 尤其是來自俄羅斯的一些, 勢力的影響, 嗯, 其實看回, 整個以前, 加盟共和國, Tolin又來了, 你又介紹鄭終基, ok, OK 其實看回, 整個以前俄羅斯, 或者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 是, 好多的國家, 現在的版圖裏面, 都是充斥著這些俄羅斯勢力, 比如, 加勒亞西邊的一個地方, 就是經常說是罵獨立的 然後現在 我這次跟大家分享的烏克蘭 同樣都是有些地方不斷受到俄羅斯的侵擾 所以整個感覺都是不斷受到愛力的干擾 而不能夠很完整地維持烏克蘭的領土完整 說了一樣東西 就是它的首都基赫 基赫 當我決定了去烏克蘭的時候 當然要找資料 找的英文資料 你就會發現有兩個基赫的串法 一個就是我們平時會看到的KIEVTF 另一個就是KYIVKIV 這兩個名字其實有什麼分別 或者為什麼這麼奇怪會有一個不同的呢 其實我會這樣覺得 就是一個強權 一個極權的統治之下 其中一個政治目的 就是要消滅了被統治地方的一些半土文化 例如是宗教 語言 在烏克蘭這個例子裡 我們平時會聽到的KIEV YIV這個名字 因為這個名字其實是來自烏克蘭文本身的 OK 大家 大家 Hello 很多朋友進來 Amy 多謝你 偶像加油 我加油緊 第一次看私人直播 今天真的很特別 其實 其實我剛才KC想 我初想 真的不知道有沒有人看 因為今晚大家知道什麼情況 我們有這麼突發 突發到真的 但我們通知那些人 其實是一個小時左右的事 是嗎?好像半個小時前 是半個小時前 一個小時都沒有 我已經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期望 我只是覺得我們應該做好這件事 但是很感動一下 很多朋友 Peppa Draw說很喜歡這類節目 哎呀很開心 多謝Peppa 是的 我也很多謝KC 我和KC相識超過十年了 嗯沒錯 十幾年 初時的感覺 你很客氣 你現在也很客氣 哈哈 你不是我自射嗎? 靠 其實我想說回 就是剛才你說 你剛才說的 我有一點點好感受 就是你說 當一些國家 他想去侵佔 或者他想去統治一個 本來不屬於他的地方的時候 他就會推倒他原本的生活文化 語言宗教各樣 因為他要統治他 我想起我去南美洲的時候 就有一點相似 因為南美洲本來是印加民族 印加民族有自己的宗教 但當西班牙人去統治Inca 印加民族的時候 他就推倒他本來的宗教教堂 然後逼他們要建他們的宗教 西班牙應該是天主教 然後就要他們學西班牙語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南美 當我招惠古事的時候 我那一刻就很討厭西班牙人 因為情同似心 本來屬於你的東西 本來是你家裡的東西 現在你要丟掉它 我不給你 一些流暖都不給 一些學懂這個語言 這個保育文化 都不要你丟掉它 不關你的事 你總是學我的 我剛才聽你說的 歷史背景 其實都會感受到當地的烏克蘭人 那種的無奈 或者是當時面對的壓迫和傷痛 沒錯 看回烏克蘭近一百年 即是說近代史 其實很多不幸發生在他們身上 慢慢 在今次這個節目 都會滲出一些歷史背景 故事出來的 當然 今次這個 我最主要想抒發一下自己的心情 可以的 我們不是給資訊性的東西 我反而覺得有時候 感受故事比較重要 看看第二張相片 很特別的是 航班上的 然後是見到 這個是你去年 即不是現在 因為大家現在不能乘飛機 這張相片是去年 你831晚上上的晚機 已經上了飛機 然後你是見到BBC的新聞 是啊 沒錯 其實我們先說回 我831晚上是晚上所發生的一些事 其實重組整件事 因為那一晚 我是和一班旅遊朋友 是有一個聚會的 在馬灣 我8時離開馬灣 然後去機場 其實你是否機 我這班機 我是坐土耳其航空的 所以是11時起飛 你8時在馬灣走 這麼問 是啊 很趕 很趕 在我的安全區的時間比較緊張 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應該就會去到機場 當時我真的要很感謝Heidi 我知道Heidi現在在聽 Heidi 她多謝你 是啊 因為她是教我怎麼搭車 其實Heidi是很快 最好的機場 的確很快去到機場 他應該有直接巴士去 是啊 沒錯 然後那一晚 我預計是十點多鐘的時候 到一個閘口 老套一點 拍了一張照片 兼且 就是上載了 剛才朋友聚會的一段影片 上去Facebook 還有一段自己的心聲 希望香港人加油 是 是 然後到後來 上到機場 才看到這一段的新聞 原來是香港在晚上的時候 在地鐵站發生了一宗 挺大的衝突 是 其實這個航機裡面是挺特別的 它是有BBC新聞的直播 是 是 是 它是Live來的當時 是因為你這麼近的時間 一定在Live才可以看到 在航班上面 是啊 於是我差不多整晚 我自己都不太能睡 然後就不斷看著 它每一次的新聞播放的 很厲害 即是說你那班航班 已經是上了天空上面 在飛行途中 你是竟然可以看到 這一個Live在客人的電視機上 直播著 好少好 它截錄了 應該是 沒錯 它就是一個好像新聞的片段 那樣 摺錄了一些可能是 地鐵站裡面衝突的一些小片段 是 所以在整個機場裡面 十個小時左右 其實它是 因為你知道這些新聞片 都是循環著的 它只是出現了兩個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更新的版本 就是 不會像我們在香港看直播 那樣不斷地拍著某些位置 就是作為一個香港人 在航機上面 看到這些情況的時候 你會很無助 無奈 很忐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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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飛到土耳其轉機 用回手機 然後看回我的朋友那一晚的訊息 才知道原來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我還記得我自己 都預備了一個playlist 聽著的歌 那我到下一程飛機 飛機庫的時候 我自己是一邊聽歌 一邊哭 我也是完全沒有事情做到 是的 我明白 整件事 一程大概十幾小時的飛機裡面 真的 我想就是輾轉反側 又睡不到 起床又不是 坐又不是 睡又不到 總之不知怎樣 很想快點下機 跟著都給自己去再看看 最新的情況怎樣 是啊 所以整件事 可以說是 這次這個旅程定調了 可以說是 嗯 因為你起程 買飛機票的時候 你完全不知道 一定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知道 831將會發生過什麼事 在香港 跟著你就要起飛了 那當然啦 831的這些是預期不到的 但是 香港的局勢 其實是完全預期得到的 是的 十天的時間 明白 你的旅程是十天 你當時的旅程 沒有錯 十天的 OK 想像得到 其實在旅程裡 你一定會遇到一些情況 可能你有一些Live 你看不到 嗯 你不斷掛心我們家 香港 發生什麼事 沒錯 再加上 其實都有一段不短的時間 時間 一個時間分別 是的 一定會掛著的 還有不斷看著新聞的 嗯 我想問你去到 少少旅遊資料我想知道 一落地之後 你要看Live 你要WhatsApp 你要Facebook 你是去到買電話卡 還是在香港買到電話卡 去烏克蘭 是 我是香港有一種充值卡 就是 你去到不同地方 就可以 可能是去review 那個 某個價錢 去某個國家那種卡 是 我聽過人 我自己就沒有用過 但是我也有朋友 又用過 可不可以簡單講講 你在香港買一張卡 是可以不斷用的 是的 那張卡 其實是你飛到某個地方 例如在日本的時候 你會計算日費 或者幾天的時間 是 給那塊錢 然後買一個 日本的包裝 哦 而在烏克蘭 其實那張卡 其實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得到 是 跟你去到那個地方 才買一張 才買一張SIM卡 有什麼分別呢 那個我會覺得方便一點 例如是你去到機場的時候 你已經可以是用得到那張電話卡 哦 不需要 不需要再去找到 再去找一下 哦 但是你去到就再入錢 給那張卡 其實我本身 我本身在香港已經是有些credit在裡面 OK 好 所以都很方便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這些充值卡 我看現在都 越來越方便 方便了 大家 變成像 KC所說 如果你已經在機場 你下飛機 你不用太緊張 就去撲卡 因為有時候機場 可能你不知道哪一層 有的店舖 接著去到 你又未必到處都講英文 接著又可能要排大隊 是的 烏克蘭 也會貴一點 是的 烏克蘭講什麼語言 你溝通的時候 烏克蘭講什麼語言 烏克蘭文 而俄文很普遍 那你懂什麼呢 你懂英文 我懂英文 那基本上英文我沒有記憶 在我未出發之前 有個朋友 阿仙奴 他就跟我說 阿仙奴在哪裡 剛才有很快 他很快給個心心 阿仙奴 先說個hello 我先說 我先說 我看見Cory 他就說是 是AIRSIM 是AIRSIM AIRSIM之外 香港也有BIRDI 都是類似 BIRDI 是BIRDI 我都見過你這樣 沒錯 OK 你說英文 那些人都明白 是的 那通常我是 在什麼情況下 才會談談的 可能是Hustle 在Cafe 在Food Court 問路也要的 問路也要的 你不問路 少 還有買東西吃也要的 買東西吃 有些有想 有些沒有想要說話 買什麼 買Chicken 還是Beef 還是Cococola 你也要說的 都是的 有些可能是指著 其實我這次旅程 其實我知道 烏克蘭吃東西方面 是很低的 但是我自己 他的生活指水是偏低的 低的 沒錯 那給大家一點資訊 其實烏克蘭 在整個歐洲來說 它是比較貧窮 GDP比較低的一個國家 是的 所以物價也不算高 所以你吃得 一進餐廳坐下來吃的話 其實他的消費也不高 不高的意思是 100元港幣到 可以少晚餐 一個dinner 嗯 OK 但是我自己很少出去吃 你煮 因為我自己 是的 我自己一個人去 所以大部份時間 我都是在Hustle自己煮日吃 啊 OK 好 那是心情的 對 我打亂了你 問了一些旅遊的資料 說一下 就是 剛才又看了一張照片 說了一路上的心情 跟著呢 都有一張照片 是想看一下給大家看一下的 好 這裏呢 就是我想說一下 和當地一些人的 一些溝通 和交流 是 剛才剛才說到 仙龍跟我說 希望我可以 是 會更加多人 能夠用到英文去溝通 地獄廚神 我都 他說你是地獄廚神 哈哈 不會是啦 哈哈 我OK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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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在路上 其實我自己都一個很大的一個目的和任務 就是和多些不同的人 無論是當地的人也好 或者是旅客也好 去講回我們香港發生的事 和了解當地人的實質 實質的生活 是 而你一見到這張照片 其實就是 去一個餐廳的時候 是撞到 其實是 越來越多人 其實你在鏡頭裏面 這張照片 是見到一個很美女 是呀 心裡已經說了美女 是呀 美女特別樣子 很多人說東歐的女生挺美的 是啊 其實烏克蘭的女生 是 出名美女的 是的 而這個女生 當然你在香港見到她 也不奇怪 為什麼呢 他做導遊 他幾年前的時候 他來過香港半年生活 所以這件事令到我突然間 很吸引 立即想和他聊天 是的 其實那一晚 我是吃蛋一晚來的 我去做一個餐廳吃東西 最先跟我去吹水的 就是一位 他樣貌就是一個濫藥人士 我以為他是來自印度 原來他是來自美國的 是 其實當我去溝通到 去到說 不如和你拍張照 因為我也帶了少少少的 英文的文宣過去的時候 他就說 我還是不拍了 因為他本身原來在政府機構裏面做 明白 敏感一些 避嫌這樣 是的 然後呢 有兩個女生 就坐在這張桌上 是 然後見到他們在聊天 兩個遊客聊天的時候 他又一起吹水 因為他們都懂得英文的 是 而這位女生 當我跟他說 我來自香港 你知道香港是哪裏 的時候 他就說 我當然知道 他不是說廣東話 他不是說廣東話 說我當然知道 是廣東話 是英文說的 原來他在香港做過事 讀書 是 是 他很驚喜 是 他另外還有一個朋友 跟他在一起 是 而這位朋友 就是來自 烏阿蘭東部的地方 是 剛才提到 烏阿蘭東部的地方 是比較亂一些的 所以 到現在這一刻 有旅客想去東部 頓列池克的話 其實都會有幾大的障礙 這個當然是安全和治安問題 第二就是 究竟你拿了什麼的旅客遊證件 進去呢 其實是有一點點 可以說是未知之數 噢 對 從他的朋友得知 就是這位的女生 隔壁坐的朋友得知 其實那個地方 除了亂之外 大城市 是都OK的 但是有些可能是 在村落裡面 可能會有很多 可能一些的 軍隊 噢 可能是 給了俄國 資金之助的軍隊 就是駐守著在這裡 甚至乎是 做一些不法的行為 噢 所以其實我自己 假如我當時 就覺得 有時間的話 其實我也想向東邊走走 但是最後 我也不會有這麼多時間 因為我整個旅程 都是十天左右 是的 只可以去到烏克蘭的三大旅遊城市 最佳 赤諾貝爾 OK 赤諾貝爾 就是香港人 其實一定聽過 看過國社新聞 不過剛才那個女生 你也很有緣分 因為你原本不認識她 你不是說 你原本認識她 然後聯絡說 我來見面 其實你是無意中 在烏克蘭撞到她 是嗎 沒錯 這個也是緣分 而且她的樣子都很友善 我最近都很相信 相由心身 其實人善良 我們講笑話 惡形惡相的人 也真的有樣子提 所以 剛才我相信 不只是美女 看到她也很善良 你也很有善意 是的 其實 講一件事 好 就是這個民族 烏克蘭這個民族 我會覺得是很強悍的 正如我也提過 在最近的這十幾年裡 都發生過兩次的革命 還不是非流血的革命 可想而知 其實他們是一種不平執名的性格 經常是為自己所信奉的價值 爭取 努力爭取 有一個例子 其實我覺得是很深刻印象的 就是 杜汶澤有一個節目 他的節目裡面 曾經介紹過一間 香港的黃店 叫做東歐餐廳 這間東歐餐廳 他售賣的就是烏克蘭菜 是不是中環那間 是啊 我知道哪間 她的老闆娘 正正就是烏克蘭人 她的女兒 就懂得說廣東話的 有印象過一集的話 就會很深刻 就是媽媽說起 烏克蘭人和烏克蘭的革命的時候 她是二份填空 填空 是啊 我明白 整個感覺就是 我最初時對於烏克蘭人的感覺 就是來自她 比較酷 OK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一些經驗 例如我剛剛下飛機 然後去到Hostel的時候 那些工作人員有點酷 然後我急起台去一些咖啡店的時候 同樣她也是很酷的 但是你要是破壞眼 有很多朋友進來說Hello 是啊 是啊 Sara每次都很捧場 每次都在這裡 Casia就說很想嘗試這間餐廳 即是你先去這間餐廳還是去烏克蘭先的 即是你的前後 我去過這間餐廳 我純粹是看過《盧文宅》的節目上 之後去 現在的朋友看完你介紹 他們都會去的了 好 正常烏克蘭人 是啊 都要看烏克蘭菜有什麼特別 有沒有記得一兩個烏克蘭菜 你吃過到現在都記得嗎 其實我真的沒什麼吃過烏克蘭菜 因為你真的去餐餐多數自己煮 是啊 沒錯 真的有一點可惜 不過不要緊 我只覺得留在Hostel 而且我經常覺得一個人去旅行的時候 是有困難的 因為我印象中烏克蘭菜 是有困難的 是 一個吃不完 半刀 有肉 是啊 所以不懂得朋友跟我一起去吃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困難 是 沒有那麼多人幫你吃 是嗎 我們看看你行程上有些相片 你都準備了給我們看的 是 這個是哪裏 這個是基庫 就是烏克蘭的首都 現在你看到 都像一個廣場 是不是一個廣場 它有個文化 我們叫做 文化 中文是甚麼 我叫做 一個紀念碑紀念柱 是一個大街 這種建築很東歐 大大座 方方正正 真的很大 但是不會雕花 不會精雕細 不是法國那些 不是那些風格 是這些很平實的 但是很大的 你看到這張照片裡面 其實都有幾種不同的建築 風格在裡面 比較遠一點的 有幾座是大型的建築 那些你可以說是 你以為是斯大林的建築 可能是蘇聯時期的 一些很大 很 看來就好像 望而生畏的一種感覺 而看到那個座 其實它的底座 是一些東歐式的 東正教式的建築 它有少少的裝飾 不是太多 當然是想說這個建築的感覺 和風格的話 其實整個這個獨立廣場 是經過很多很多年的 不同的演化的 整天都說 其實共產的國家 是很害怕人民的 如果有一群人群集中的話 他們就會害怕的 所以在這個廣場裡面 是很多很多年前的廣場上面 是沒有什麼建築物 沒有什麼建構在上面 就是沒有那麼多柱 但是到了蘇聯的時候 其實它要建出很多不同的建築物在上面 例如可能是柱 例如可能在上面建商場 建一些坐人的一些椅子 在上面 本身是一個集會的地方 但是漸漸的確是想 將人群聚集的一種機會 減到最低 而能夠容易控制到人民 但是無論共產主義 想怎樣去拆散這個廣場 都好 拆散這個廣場的完成性都好 其實剛才說的那兩場的革命 都是在這個獨立廣場發生的 如果有看過《Winter on Fire》的話 去到這個廣場 在這個位置 向這個角度 看進去的話 你就會覺得很熟悉 因為其實右手邊 那一座白色的建築物 在那個紀錄片裡面 你會有印象 它是燒到黑了 如果大家喜歡看電影 或者最近多了時間留在香港 大家不能飛 又想看劇 推介看《Winter on Fire》這部戲 這部戲就是講 烏克蘭的一段很辛酸很艱難的一段歷史 其實歷史往往一再發生 是令我們去反思 去學習去判別 究竟價值觀是怎樣 生活應該是怎樣 如果在這些歷史裡面 不單止是看別人的國家 其實還可以看到自己生活的地方應該會是怎樣 我們看看 跟著還有一張照 好像都是你行程上的一個多特別的地方 這裏是哪裏呢 這個呢 左邊有看到一個好像排荒死的地方 其實這個是一個球場的入口 這個球場的入口 為什麼在這裡拍了這樣的照片呢 其實也同樣 其實在《Winter on Fire》這部紀錄片裡面 也都會看到整座東西是燒到黑了 而其實這個球場 也都是在整個革命裡面 有一個挺重要的角色 暫時不說這個故事 不要劇頭 大家看完之後看 是啦 其實看回這張照片的比較前這個位置 就會看到有一個肖像 下面有一些可能是安全帽 這些的 看到這些帽子 其實自己也會有一種 很有relate 好像有關係到香港 在香港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些人 可能戴著黃色的工程帽 那些人是什麼呢 那些人在香港就是示威者 但是現在你看到的 就是一位殉職 不是殉職 因為是犧牲了的一位示威者 到現在你就會看到 在獨立廣場附近的一帶 都有很多這些肖像 一上 國旗 還有他們的遺物 就放在不同的角落頭裡面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角落這樣 是 就是去紀念這些在革命裡面犧牲了的人 是 整個廣場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方圓 我想是有二三百米裡面 都有不同的 類似這種這樣的景象 會看到的 是 整個感覺 你會覺得 很能夠是 好像 你看到那個人在那裡 因為他有照片 那張照片有事 你就會覺得 他就是在這裏過身的 是 因為這場革命 嗯 其實在這場的大街上 走高一點 其實就是有一個 The Heavenly Hundred Heroes 天堂百人的一個 紀念的一個地方 就會紀念有120幾個 在這場革命裡面 犧牲了的人的肖像在上面 當你參加那些團 那些walking tour的時候 就會介紹有幾個比較重要的人 包括了整場革命第一個犧牲的人 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那個人 第一就是 那個人的肖像 就在另一個地方 就有一個很大的壁畫 就是他的樣子 是 第二就是這個人 其實他本身不是烏克蘭人 但是他覺得 烏克蘭人 在剛剛 他作為一個不是烏克蘭人 而見到烏克蘭在 2014年的 冬天的時候 這樣站出來 為他的國家去努力的話 這件事 令到他很感動 很感動 是的 於是他就走出來 跟他們一起去抗爭 最後他就成為了 這一場的抗爭裡面 第一位犧牲的人 這個位置 假如你參加一些walking tour的時候 通常都會介紹這個飲料 是的 我也是想介紹一些walking tour 其實我參加在烏克蘭幾乎 的一些free walking tour 我參加一個團的名字 就是revolution tour 革命的團 是的 其實這些free walking tour 就是很多不同的話題 不同的主題 例如是 可能是看一些古舊的東西 有些可能是看烏克蘭人的飲食習慣的一些團 而我自己就因為很想 因為我覺得 我是就著香港的一個情況 那個感覺 而去參觀烏克蘭很多不同的革命的景點 於是我自己就衝著revolution tour來參加 因為帶著這個團的人 都是曾經參加過1314年那一次的革命 而帶團的那一位女生 其實很小過二十多歲 當時她是後門來的 是 她是負責做東西吃的人 是的 她也跟我說回 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發生過什麼事 例如是一些的警察 其實有警察 有軍隊 還有一些是 你不知道是什麼的紀律部隊的人 那些應該就是俄羅斯派下來的一些 你當是一些黑幫分子 但是他們是 跟警察和軍隊是有關係的 可以說是元朗國那些 七月一發生的事 relate to 香港的情況就是這樣 她也跟我們說回 究竟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她們的心態是怎樣 不過呢 其實我自己是參加過兩次 這個revolution tour的 帶隊歌人其實是挺重要的 因為在第一次我參加的時候 那位女生其實是挺反昏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她的立場 是比較激進一點的 可能真的投身過這一場 新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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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我最後一天 我臨離開基庫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一天再參加一次 我自己就是整天都會追著 不是追著 追著領隊去問很多問題 包括了是問克里米亞 包括了問烏克蘭和俄羅斯 現在的關係是怎樣 那位都是女生來的 那個領隊就跟我說 不如你問回烏克蘭的問題 是啊 其實這些一定的了 因為是很跟的人 就是人講的分享的感受 他可不可以感動打動到你 他可不可以講到我們叫入獄呢 其實是 還是他只是好像半字過子 少少像背稿 這個誇張一點 這個對於我們參加的旅遊人來說 絕對是一個很極端回來的感受 你深刻和一個只是好像 他一去的tour是完全不同 沒錯 我見到M.A.Lo問 是 沒有被人清場 你是甚麼意思 他意思我想是 我想是兩件事 第一其實你說在廣場 一路不同角落 都還有這些不同的照片 不同的 即是當時去 在一個抗爭裏面 犧牲的人的遺物 各樣 那這些東西一直都 現在政府都讓他們放在那裡 不會說 搬走了那些東西 接著抹走了 沒有發生過這個歷史 不會這樣嗎 其實呢 歷史呢 我覺得是要面對的 當然啦 有很多國家是不肯面對歷史 選擇 一來可能不面對歷史 或者是喘改歷史 沒錯 各種方法 當然也有很多國家 是要去面對的 面對 沒錯 而烏克蘭呢 他是選擇去面對這段歷史 無論是哪一次革命都好 而 作為今次我們旅行的一個很大的目的 就是看回烏克蘭革命上面的一些事物 是 是 是 他可以說是做了一些好像叫做Open Air Museum 的一些地方 他就在重要的地方 例如剛才提到的 獨立廣場 是 十月公等等這些地方 是擺了很多不同的展板 也都是在一些 例如喪生者 犧牲者的地方 也都是有一些註解在這裏 例如是他有提過 有提過 一些領隊 會介紹一些犧牲的人 剛才說是第一個犧牲的人 另外一個一定會說的 就是年紀最小的犧牲者 是的 那他一定是會經過的 正正在獨立廣場走上去 剛才說Dynamo 那個球場的位置 是 那小朋友只有十幾歲 那 所以其實你看回他們的相片 其實是真的會很深奧的 慢慢你就會想回 其實現在香港也都在經歷著這件事 那麼 這麼遠那麼近 真的 是的 所以 可以說是這次的旅程 是一個幾大定調 就是 我這次的旅行不是沉開心 而是沉黑暗 是 而說黑暗這件事 烏克蘭呢 都幾多黑暗的歷史 你可以去理解 你可以去理解 那 剛剛看到這張照片 其實這張照片的位置 就是 是金頂修道園 英文就是聖 Michael's Golden Door Monastery 是 你看到這個Monastery 這個修道園 它本身就是 是 當然是宗教的一個建築物 嗯 它本身就是 它有一個鐘聲 它那個鐘聲 通常在危急的時候 才會用 用來通報全市的市民 歷史上真的很少用 對上一次用是幾百年前的 已經是 但是在2013年12月 那鐘響起了 原來它就是要通知基庫的市民 那一班叫做Burkert的軍隊 正如我提到那班機率部隊 不知道是什麼來歷的人 那就是 那就是 那班不明來歷的軍隊 來襲 侵襲 打到來了 開槍了 那於是 就有一堆的市民聽到這個通報之後 就全部出來 就支援了一班示威者 那當然 其實一定是有傷亡的 而 這一間的Monastery 這間修道園 就是當時成為了一個 暫時的醫療中心 所以 你會見到這些牌 現在在照片上 右邊看到的一些 戰士牌 是 很多都是在說 在這間Monastery裡面的一些 當時的FA 你已經很清楚這些名字 是吧 是怎樣救人的一些景象 是 其實可以說是 我想是當時可以想像 在基庫 在當時不同的角落 我想那些槍聲 或者是尖叫 逃跑逃亡 受傷的聲音 聲音是似在彼落 一定是很震撼 或者小朋友說 那些老人家很害怕 那些婦孺 真的躲起來 也有很多 真的忍不住 當抗爭者被欺壓 被打傷 被擊傷 也有很多市民走出來 盡力去保護他們 沒錯 這個真的是事實 很真實的一些影像 除了你會看到 一些影像 在基庫裡面看到之外 其實也是看回 剛才所說的一部紀錄片 很多在當時 用手機拍的片段 都是收錄在那部紀錄片裡面 大家真的要再 考慮看回那部電影 嗯 嗯 是啊 剛才說過一些 尋黑暗的景點 在基庫裡面 都有不少的 可以去一些藝術中心 我去過一間 就是Pintrook Art Center 我在照片裡 我真的沒有放出來的 其實這一間的藝術中心 也會有放了很多 和一些近代歷史有關的藝術品 我會覺得很誇張 可以去看一看 另外可以去參觀一個叫做 烏克蘭大饑荒的紀念館 那其實這些呢 你會是 說真的聽過的名字 饑荒紀念館 都已經很害怕了 有幾黑暗 是的 但是原來這座饑荒 是人為發生的 那這一種呢 才是最令人無過事 最恐怖 是啊 其實發生的是什麼事呢 就是在上世紀30年代的時候 蘇聯還在統治烏克蘭的時候 他們是要去分配不同的工業 不同的生產的嘛 例如是 烏克蘭要生產什麼 或者是烏茲蟹生產什麼 而當時呢 他們是用了一些的策略 手段 把一些的農民 批判分順等級 成為可能富農 就是有錢的農民 然後將他們種出來的食物 全部都拿走了 整個烏克蘭種的農作物 都是這樣運走 於是在1933至1934年 這段時間 這兩年時間 就不是長的 就發生了大饑荒 其實他們強行被人搶走那些食物 沒錯 所以也發生過 人吃人的事件 這件事呢 其實一直在蘇聯的時間裏面 是否認的 甚至是不斷地說 沒有這件事發生 直到去200多年的時候 好像2006還是一段時間 是過了 你想像一下 這件事是發生在上世紀30年代 到2000年的時候 都成70年了 然後有一些檔案 是揭露出來的時候 是蘇聯的檔案來的 才是告訴別人 裡面是記錄過 是有饑荒 還有這些那麼殘酷的手段 原來是想種族清洗烏克蘭民族 所以可想而知 其實這件事是 那個手段是 多麼恐怖 是啊 想去消滅一個民族的話 講得難聽一點 是多麼獨立 多麼獨立 他為求民族清洗 要清洗所有人 好像我們平時吃飯 拿起一碟吃了的東西 然後告訴你 沒有出現過 沒有出現過就是這個意思 全國歷史 全國歷史就是這個 就是這些 大家可能聽起來 不要覺得 我想現在香港人 就不會再覺得這麼遠 以前可能覺得 看一套戲 不關我的事 別人國家而已 原來我發覺 在這年紀裡面 同類型的歷史 同類型的事情 是不單止在一個國度 一個城市 一個地方發生 原來全球在不同年代 甚至乎同步 都是發生著 只要是政府是不尊重 和不好好地愛識人民 任何恐怖的事情都可以發生 是的 沒錯 現在你可以去到大饑荒紀念館去看 會看到很多有關於當時的歷史 這個紀念館是2006年開幕的 是 我可以去看看 好啊 另外一件事就是 尋坑 我自己都很喜歡去看墓園的 就是一些墳場的地方 前一張照片 就可以看到一個墳場 一個墓園 前一張照片 可以看看 之前這張 是的 沒錯 其實我自己 除了去某一些地方 去看他們的墳墓之外 其實現在你看到的 左邊的這一部份 有些好像背殼 兩大反背殼 是的 沒錯 我也想問是什麼 是的 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個火葬牆 其實我這次的旅程 有兩個多大的目的 第一 當然是看和革命歷史有關的事情 第二 就是看蘇俄時代的建設 你看到蘇俄 或者你可能有去過旅行 去一些蘇俄統治的國家 例如是烏茲別哈 格魯吉亞 甚至乎是蘇俄本身的地方 你都會看到很多很特別 很超乎想像的 這個形態 好像外太空一些不知什麼 是的 好像不是我們平常見的建築 是的 現在你看到的那個 就是一個好像兩個背殼 很有曲線型 漏線型的一個火葬牆 哦 火葬牆 是的 同時可以容納到兩邊的家屬 看著他們的先人去火葬 其實是很特別漂亮的 你看到那個形狀 除了你看到這個 這個好像兩個背殼的 流線型形式的火葬牆之外 在這個墳牆的裡面 也有些類似的辦公室 都是用類似的建築風格去建的 嗯 我都是去不同的地方 去看一些相類近的建築風格 一些建築物的話 我會覺得好像一條的時間線 連起來這樣 嗯 時光隧道 一個時間線 是啊 我去烏克蘭之前 我又去古巴 又去烏茲別哈 去哈薩克 其實這些地方之前 都是蘇聯統治過 你會看到很多相類近的建築風格 我都是這樣整條紙線去看 挺特別的 我喜歡看戲的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 我喜歡看歷史 嗯 因為原來在歷史裡面 你可以看到 很多影子是一再發生的 嗯 不同國家不同年份 你說的timeline time tunnel都是 即時光隧道 原來是 無論起的悲的激昂的 很憤怒的 原來是會一再發生 因為人是一再犯同樣的錯誤 嗯 沒錯 就好像巴伯這樣說 天下烏鴉 一樣黑 是啊 沒錯 同道人大家明白 好 我們其實現在十點半了 我們加快一點點 好 這個是哪裏呢 這個呢 既然要講去黑暗的地方 其實這個就是切爾諾貝爾 是的 大家真的聽過很多 我也聽過 但是真的 你真的去到這裏地方了 是的 你見到後面一個半圓的物體 其實是一個石棺來的 用石屬 運營土所建構的一個半圓 圓柱體的一個 一個cover 是一個櫃來的 是 蓋住了當時所發生大爆炸的4號反應堆 是的 你見到我手上拿著那個 就是一個的輻射探測器來的 嗯 你見到其實現在呢 你的讀數就是0.99 是 不算是很高 是的 但是很有趣的 有些位置呢 是特別高的 而那個領隊的導遊 他就會是介紹給你聽 現在你手上拿著這個探測器的話 你一走過去就會響得很快 噢 那些是說可能是1、2、3的讀數 不是說0.99 0.103 這次諾貝爾是哪一年發生的 這個核事股呢 它是1986年的4月26號發生的 1986年現在是2020 那就是其實已經是14、20 就是34年 30多年的歷史 現在還有讀數在這裡 還讀到這個數值 是啊 是啊 所以整件事 你會覺得 我覺得是不是很黑暗呢 你去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會覺得是很詭異的 因為其實這個此而諾貝爾就是一個廠房 是 在距離這個廠房的不是很遠的一個地方 就是叫Papaya 是 其實是一個當時是住了很多在這裡做事的工人 的一個小城市 裡面就有一個遊樂場 其實就是打算在5月1號勞動節 當日去開幕的 是 但是你看到 你也記得了 其實我剛才講過 它是4月26號爆發的 是 就是很多遊樂設施準備好了 給當地的人使用的時候 是用不到 你看到好像整件事 就是Frozen 停留在那一刻 嗯 嗯 其實很 都很無不爽然 是啊 但是真的當時發生了 你會不會去看完這些 我不應該用景點 這些地方 你去聽完道想員說 你去親眼看完之後 你會不會每一晚回到沉重的心 不會的 所以我會 在路上 我會覺得 看回香港的情況 會更加相關自己 嗯 那同樣 其實為什麼會發生 茲爾諾貝爾這個核電廠的爆炸呢 其實同樣都是因為 政府 蘇聯的政府 是有些隱瞞的 是的 它沒有第一時間去做出疏散 這些動作 所以就 變了之後 是發生了很大的問題 我想是 想一個謊 也要一個謊 是啊 是啊 沒錯 不如說一下火車 好啊 其實我也想說 我這次去烏克蘭 去了三個最主要的城市 就是說了基府 另外一個地方 就叫做奧德薩 叫做奧德薩 就是黑海北部一個沿岸城市 是的 它就是 較多人講俄語 那就是說俄羅斯的勢力 是比較大的 是啊 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跟 多蘭那邊 接壤的一個城市 就叫做 利浴庫 既然是比較西方一些 比較親歐洲那邊 那他們的立場 原來都是比較親歐一些的 原來是 而且他們的建築物 也是比較歐洲的 這個地方 就比較 好像西歐一些 其實很靚 整個古城區 都是UNESCO的一個 UNESCO西藉 一個教科文組織的一個地方 這三個地方 我用什麼 什麼交通工具去連接的呢 就是坐過夜火車 通宵火車 很有趣的情況 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每一層的火車 都會有一些 挺特別的經歷發生 在我身上 或者這麼說 是一些 撞到一些挺有趣的人 不如現在 你看到這個地方 就叫奧德薩 奧德薩 我講一講 那一層的火車 我由首都 坐到奧德薩 這個地方 其實都要一整晚的時間 我就這麼說 這三個地方 其實可以說 一個等邊三角形 你去每一個地方 大家想像到了 是的 都是要坐一晚的夜火車 而這一晚的夜火車 我就跟一個中年的女人 大概五十多歲的女人 一起坐 其實在這次的旅程裏面 我很開心 我遇到很多 很多不同立場的人 不同的娶太極人 而這位女士 她的樣貌是很高貴的 原來她是 以前小時候是跳舞的 她是跳芭蕾舞 然後到三十多歲的時候 她自己自學 做過工程師 是不是 你覺得她完全風暗 風暗 一個文科 一個很藝術的 一個很理科 很科技的東西 你剛才說文 其實告訴你 近這十幾二十年 她是學了英文 重商 哇 這個很明顯 你是很精彩的人 是的 所以我在自己的筆記上 我寫著 我在這輛火車裡 撞到一位才女 嗯 真的 是的 所以我在這次的情火車裡 也很開心能夠和她聊天 其實她本身是一個 挺信奉社會主義的 挺信奉蘇聯那段時期的 一個人士 我和她交流了很多 我是很開心能夠 和她有這方面的交流 例如蘇聯的時候 究竟她覺得蘇聯有多好呢 是的 是的 或者這樣看 我自己聽完她的想法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因為她本身是一個武者 挺武的人 所以她得到蘇聯共產黨 當時的一些資助 機會 是的 所以她很珍惜 或者這件事我不說了 我自己很得著的 就是兩件事 從這個女人身上 就是她介紹了我 在我整個兩個地方 就是剛才那張照片裏面 展示到的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 叫做 Academic Theatre of Opera and Ballet 就是一個 聽到知道是一個 theater 很明顯 她的建築是馬上漂亮很多 是的 所以我自己也有一場 去看芭蕾 對 看芭蕾舞 另外就是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挺藝術的城市 也都有些藝術的 最特別的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城市的地下 可以說是穿了洞 有很多地下城 有很多地下動月 而她介紹給我看的 去的一個地方 就是一個藝術館 Cross over 一個地下城 適合我看的 我一定喜歡看 裡面就有很多藝術展品 擺在一些以前的地下動月裡面 這個是不是就是現在這張照片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我另外的一天 就是專門去的一個地下動月 不是那個藝術館 其實我也是想說這個 因為這一次的 好像這麼說 在奧德州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地下城 你可以去參觀的 而這個就是其中之一 是比較近視中心一點 其實都可以說是大同小異的 你會看到很多參觀的人 戴著頂帽子 然後穿下去 看到一些可能是濕濕濕的牆 然後就告訴你 究竟牆怎麼濕呢 就是為什麼裡面有一個 好像水塘的地方呢 然後就帶你走這個地道的時候 就會去到正面的照片的位置 就會坐下來一起吃也東西 讓你感受一下當時 在這個地方裡面 的工人 是的 有些是工人 有些是逃避自亂的人 逃避自亂的人 逃避自亂的市民 人民這樣 Wing說 我以前 即是小時候 去過烏克蘭的 但可能那時候 就太小 所以加上 就很討厭讀歷史 你很討厭讀歷史 我喜歡讀歷史 完全沒有留意他的歷史 現在大概老了 經歷了反送中 將來有機會 要再去看看 可以 現在你去烏克蘭的 我和你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這樣說 其實很多地方很適合你去的 是啊 我也覺得是 你說我就馬上覺得很是 好 我們先看看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已經過了一個小時了 好 然後看看 這張照片好像都很特別的結尾了 講來聽聽 好 那證明就講到 由基庫去到奧德斯亞的地方 就是遇到一個才女 而在下一個地方 就是由奧德斯亞 去李玉夫這個地方的時候 晚上的火車 今天又是遇到很好的人 也是聊了很多辦法 然後他們是 很有趣的 就是好人道 你可能是追上來 告訴你 你應該去什麼月台上車 那時候是凌晨三四點鐘 同樣 是啊 他還在理你 你是不是這麼多人說想去 阿Kid又說去 森美又說我都想去 去去去去去去 一起約去 是 OK 這個可以說 今次的節目裏面 我最後講的一個參觀的地方 是 這個地方就是李玉夫裏面的一個 生涯政治犯的地方 我還想問是監獄 Prison 沒錯 是 監獄 是 Prison 是 這個地方 它是生涯了很多 在波蘭 蘇貢 和納粹時期的一些政治犯 是 所以你都看到裡面 會有一些行刑的地方 是 就是 臭隔 這些字 老實講 我想一年前 我是不知道的 現在你看到這個 這樣的地方的時候 你就會聯想到現在有一些名詞 你會覺得 知道是什麼 這樣 老實講 這個地方看的東西不算很多 資料性的東西不算很多 因為相類近的一些參觀的地方 我在匈牙里的布達佩斯都有去過 那個地方 你可以叫做景點 是 我覺得是很低很多 資料性也很多 和互動性也很多 那個地方叫做 House of Terror 那個館就是講 共產再加納粹時期 一些恐怖時期發生的事情 是 而這個 Lawesky Prison 就少一些東西看 但是 你作為一個旅客 想了解一些 比較黑暗時期的一些事物的話 我都會建議你去看一下 是 嘩 我不懂得說 我想說 今晚很感動 好多謝大家 原來今晚 真的不少人進來看我們的Live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我們將無可能變成有可能 剛才如果中間朋友進來 未知發生甚麼事 我們Live完後 絕對Welcome你們 重溫或未看過都可以看 或者介紹給你們朋友看也好 整件事發生是今早凌晨 搭半島KC找我 跟著就說很想完成這個心願 一年前的831 他就由香港出發去烏克蘭 想去親身去見證 和去看一看 究竟當地人民和一個 我們好像素微謀面 和我們很遙遠的國家 但他們發生的事 好像今時今日 我們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甚至乎有切夫之痛 他看完之後回來 他一直未有時間 他真的整合了這個思緒 和很多人分享 今晚是一個機遇 他跟我說完之後 我立即答應了 我之前自己未做過直播 之前大家很捧場支持我 多數直播我 都是和其他朋友做 我早幾天都說了 我九月很想開始 我的正式私人直播室 想不到未到九月八三一 為了KC開我的首播 多謝 我都想給一分鐘KC 你詳細一下 你今天這個心願 講完一年前這個旅程 你有什麼感受 或者有什麼想跟大家說 一分鐘那麼長 算了 三秒就行了 我相信 好 給你講 其實心情一直都是 想起八三一 那一晚 我的機器起飛之後 到我降落去 土耳其中間那件事 有一張忐忌 其實我一直都是在腦裡感受的 還有去到奧德斯亞的時候 那我坐在一間餐廳 寫著Postcard的時候 知道 啊 送中條例 真正 嘩 是 撤銷了 但是 當時 當時是一件好事 但是你要明白 其實警報這件事 其實到現在一直都是 沒有結束過 沒有人說過 是 沒有被檢查 沒有被譴責過 是 然後到今年 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個國安法 可以這麼說 歷史是不斷地重複的 是 只要是 你壓抑人民的話 你不給自由 不給民主的話 其實很多事情 其實你一來的制度是不會改變 還有是沒有人監察 那時候 有很多不好的事情會發生 發生在政權身上 發生在人民身上 受苦的都是國家 其實是 越壓迫越傷害 結果是不會傾向那邊 只會激發更多人民民眾的反思 有不同的選擇 我很明白KC很想跟大家分享這份心情 我們大家都是肚身肚像香港人 都很愛這個地方 香港人要加油 要愛我們自己家 不要灰心 我們要努力 無論如何 今天831今個晚上 有KC跟我們做了一個remark 跟我們做了這個分享 大家無論是未去過烏克蘭 想聽這個原來不一樣的旅遊地方 要用另一個心情去看完這個國家 再去反思自己生活的地方 整件事給大家自己去反思一下 自己去做一個選擇 很多謝Kelvin 多謝你今天 多謝各位看Live的朋友 沒錯 我在831晚出發烏克蘭 大家歡迎隨時再看 私人直播室正式展彩 我應該每個星期都會有直播出街 大家如果希望可以繼續支持我 我無論自己會有多些不同角度 不同 總之我很多事想說 就會經這個直播會告訴大家 之後有機會再請KC 跟我們再聊天說 其他有意思有意義 關於我們每個人的生活 每個人的故事 大家努力 記得香港人加油 再見 拜拜